在冠病疫情下 越来越多人面对失眠问题 受访医院指出 过去一年失眠患者增加两三成 而由于医疗资源吃紧 有些病人需要等上半年才能看诊 来跟记者蔡可涵的报道 亚历山大医院慢性疾病与睡眠医疗专科医生指出 近来求诊的病患增多同比增加约两成 求诊的病患包括上班族 家庭主妇和公司老板 医生说疫情已将近两年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起了变化 影响了睡眠 这个生理时钟 它是靠外在的活动跟外在的光来调整 当这个疫情拖久了之后 这个工作跟生活的界限就开始模糊了 打乱了这个我们的生活的作息 医生也表示从今年中开始 预约求诊的人必须等更长的时间 有些长达六个月 因为医护人员被调到不同岗位去对抗疫情 能提供的服务有限 中华医院位于益顺的诊所则发现 面对失眠问题需要靠中医调理 针灸或足遇的人多了30% 中医指出年长者现在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大幅增加 屏幕发出的蓝光严重影响他们的睡眠结构 年长人士多数是因为这段期间待在家里时间久了 缺乏户外运动 肌肉关节都开始变得僵硬 活动度也变差了 所以这时候这些关节疼痛的问题就慢慢浮现 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躺下来时就会觉得腰痛 颈尖痠痛 辗转难眠 中医也指出前来求诊的还包括冠病痊愈者 他们患病后发觉睡眠质量下降而前来求医